透過進出口法例作出修訂 長遠來說絕對可以幫助打擊水貨客 只可以戴兩罐 但有一點消費者可能要留意 因為法例未出之前 仍然還有一個檔期 水貨客趁著尾班車 希望除了現在受歡迎的牌子之外 可能有其他牌子都會被受搶購的對象 所以也會進一步抬高這個價格